好來早上早 台北市的 有六台機車來火燒車 放火閃煩 今年是 代代的兩位研究生 說在夜店 喝酒水 看到鄉下聽一台 二送的機車 面臨的二送 像我有沙頭 感覺好玩 就跟點火 想不到火一個燒起來 不會燒燒 兩位人向以上發斑 我們也好問到機車車主 他聽到這兩台機車 中修到變火鐵 真沒來 只好走路上班 有聞到怪味 因為那天的時候顧小孩比較晚 就沒有醒來 然後是鄰居跟我講的 那兩台是你的 這台跟這台 在台北市的學生南路 發現一間火燒車的一彎 這是小孩的車主等生日 他早上睡了一個客人 這隻車紅燒得默默默 連想要收你怎麼沒辦法 學生喝酒之後要聰明一點 不要做一些 他們覺得很好玩 他們就點火 燕都一直灌進去 那阿嬤也不知道 因為阿嬤一個人 兩個人住都很緊張 不知道會怎麼辦 這次在航阿嬤的 六隻機車 在早上放火燒 兩名相反 換完之後 又睡得沒意 沒意在離開 警方從早上發現 這是大街附近的兩名 代代研究生 從外市發現場可以看到 這些機車都已經被燒成了廢鐵 而警方調查發現 現在嫌犯是兩名台大研究所的學生 他們疑心是從夜店回來 酒後看到毛線響燒 沒有想到釀池這麼嚴重的公安意外 就因為這兩名學生太過夜 一時點火來著玩 想到像六隻機車都燒到變炒火火 連附近的住戶 如果中車子半夜就趕落跑 不過在這間火馬上風打花 並沒有人玩上夢 小海單身是說 他現在沒有 歐洲白頭騎 只好走路下 是坐公車上班 那要怎麼背上 現在還沒說到 他只希望這兩名學生 就出來了 五天還沒來 如果是做成功安的意外 到時候是要怎麼這麼好 我們快點從夜店 一天吧 一個路 走路 走路 走路